這條就是輕裝的一條不算法來的數字 不過學生問應該怎樣想法 一開始的時候 首先是給你一個圖 兩條是Panelolite 然後42度38度 然後這個就是FETA 問你FETA是多少 首先你把數據就像我一樣 畫個新圖出來 填上去寫資料 預計些什麼 讓自己不要忘記做什麼 做到溫溫等等 做這個方法有兩個Category 一個是由FETA去想起 一個是由GIFEN的DATA42度38度想起 兩個都可以做到的 我兩個都會示範的 我首先示範由42度想 首先第一件42度想到什麼 因為你看到1點圓圈邊 一個兩個三角一個三角形 一個Tangent 即是用Alternate Segment 我首先把它拆出來讀看容易一點 形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個42度 上次講過了 做這個角有三角的底邊 向上望的42度 即是這個角是42 即是這個角是42 所以我下面畫了 這個角是42 這個角也是42 x是42 那就算了第一個問題 接著繼續下 怎樣下 就是怎樣用38 就是用這三角形 我先畫出來 這三角形的這個角 沽且作的名叫y 即是42加y 這個剛才算了 這個是42 這個是38 你就會計到y是多少 當你計到y是多少又簡單 為甚麼 還有一件要用的 就是FETA 接著FETA就會搬到這裏 等於FETAP 因為又是Alternate Segment 三個點 3點 3點 1 2 3 這個就是剛好180度 好嗎 這一個是FETAP 即是要用甚麼 就要用angle sum of 這一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個 剛好180度 好嗎 這個是FETA 可以 然後這一個 42加36 Y加36 這個 至於中間 塞住這一個 這一個 跟這一個是平衡線 這兩個 所以這隻角等於這隻角 而這隻角 剛剛算了 X等於42 多於42 看不看得到 那就會是答案 加180度 所以FETA就是38度 這一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方法 由FETA想起 那怎樣由FETA想起呢 首先 FETA想起是甚麼 這隻角 要用的 用不到平衡線的 因爲這個 所以就用三角 亦都搓出 這一個是FETAP OK Alternate Segment 然後想想 怎樣用這個 就想起甚麼 XD Angle 把這個三角抹出來 形成這樣的狀角 這隻角 這隻角就是80 然後這三角形 剛才一樣 這一個是42 然後就用這一個三角形 之前你計了 又是用剛才那條線 Angle Sum 那Strake Line 就會計到所謂的 我們叫做甚麼 FETA的 那這種方法 可以幫到大家 知道自己的想法 先用兩個Dediction 從FETA想起就行 從這個角度42 GIFT Angle 都可以的 FETA FETA FETA